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午收市前的一个股价呢 是去到这个28块一毛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段时间里面就7月19号到现在的一个期间波幅呢 大概是在这个24块到这个28.51这样的一个价格范围内 那么呢 也没有到达这个目标价 不过呢 结合现在的一个股票 一个量价表现 明天就有可能这个倒价 那么目标价的话呢 依然是短期维持在这个30块钱以内 那么买入价呢 也是不变 那么后面如果有新的一些这个年报出来的 的话呢 会在这个平时的节目里面 先跟大家进一步做一个跟进 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个股 是叫这个聚光科技 300203这样的一个个股 那么本身是绅士创业板上市的一个公司 也是这个深谷通的一个标的 那么简单说一下这个公司的一个简介 那么它呢 是国内的一个从事这个环境仪器 分析或者说监测这一块的一个行业龙头企业 那么涉及到的业务呢 有这个环境安全监测管理 环境治理 或者是这个水利水物 生态环境这个发展的工业 智慧工业 智慧这个实验室等等 那么涉及到的行业呢 也是比较多样化的 包括这个传统工业 眼睛实化 化工能源 这个食品农业等等的一些这个范围 那么去年来看的话呢 这个公司 是中标了多个这个地区的一个 乡镇空气站的一个项目 并且呢 是为这个厦门的一个金砖会议提供了服务 那么也是中标了国家大气环境的一个立体 监测完一期的一个项目 并且呢 成为了这个阿里云呢 这个拎城市的一个物联网平台 首批授权的一个品牌合作三 那么看一下 这个图呢 是这个聚光科技主要的一些产品 大概的一个展示了 那么包括用这个黄金方面的一个气体 聚光这个气体分析仪中间这一个 还有一个山火预警的一体化 雨量帐 包括呢 这个一些工业排放方面呢 二氧化流的一个分析仪等等呢 这几个 那么简单回顾一下 这个聚光科技呢 在这个去年全年那个业绩表现情况 那么可以看到呢 去年的一个营业额呢 是大概两成增长 那么这个营业成本方面呢 也是从同步的一个变化 那么是带动了这个销售毛利方面 是反而有一个同比的一个上升 那么是到了这个49.35个百分点 那么这个图里面呢 可以看到这个股东方面的一个印象毅力 是同比有11%的一个增长 那么去到这个4.5亿元人民币的一个情况 那么总的来说呢 这个增长呢 还是比较这个平稳的一个表现 那么看到呢 这里面有一个红色向下箭头呢 就是它的一个销售净利方面的一个表现 那么这个公司啊 因为这个去年底呢 一个方面 就是项目 这个项目工程方面呢 是结转 那么等于说这一部分呢 需要划到这个销售这个财务费用里面去 那么这个时候呢 是增加了这个财务费用的一个支出 那么加上的这个公司啊 本身都欠的一些短期债务比例相对来说比较高 那么在这个去年的一个 到这个今年初的一个加息环境之下呢 这个销售的 这个财务费用方面的压力啊 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这一块呢 是拖累了它的一个销售净利的一个表现 那么单从这个股权收益来看的话呢 也是维持在一个近16%的一个情况 那么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平 那么最后进负在比率来看的话呢 短期依然是在这个 缓慢的一个抬升的一个过程之中 那么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刚才也提到说这个营收方面呢 是去年有百分之十几的一个增长 那么主要是来自哪一些部分呢 那么这里呢 是有一个聚干科技的一个 业务细分的一个拆分 那么包括了这个水利 水物这个工程系统 以及实验室的一个分析仪器 还有这个工业过程的一些分析系统 以及环境监测系统 还有运维这个服务 那么左边这个图的话呢 是从13年到这个17年呢 这几个业务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情况 那么可以看到呢 那么基本上这五年来以 里面呢 张大头呢 是指涉这部分 就是实验室的一个分析仪器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环境监测一个系统 以及运维部分 这样的两个比例张比比较大 那么也可以看到啊 这个去年这两部分呢 第一部分实验室的部分呢 是同比有大幅的一个变动增长 那么是去到这个57%左右的一个情况 那么毛利方面也是比较高的 维持在这个52%左右 那么尽管这个毛利啊 同比是有一点下滑 主要呢 是因为这个实验室的一些器材啊 原料成本方面呢 有一个上升 拖累着这个毛利 出现了小幅的一个下滑 那么这个环境监测系统方面呢 则是毛利也是高达近50% 并且呢 较16年有所这个提升 而且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营收 增速情况 去到这个36%左右 那么剩下的两个业务呢 这个水利啊 这个水污染这个防治 还有这个工业啊 过程分析的话呢 是账比比较小的两块 并且营收呢 去年也是有一个同步的一个小幅下滑 啊 毛利方面呢 工业过程的一个分析系统是 啊 比较高的 去到这个62.5% 那么这一块的一个同比营收收入下滑呢 主要是因为这个去年啊 乃至前几年呢 这个啊 国家在啊一些传统工业上的一个供给侧改革啊 使得啊 去厂呢呢 使得很多这个企业是啊 关闭 那么在这个这个过程里面呢 对于这些环保的一个监测需求啊啊 出现了一个弱化 那么进一步来看一下 这个公司啊 有几个利好的一个情况 那么包括第一个是集团呢 早前这个发布了一个引起 啊 那么里面的重点呢 就是啊 预计这个今年啊 上半年股东的一个因胀硬利 毅力方面呢 按年呢 同比增长能够去到这个50% 跟这个80% 那么啊 经过计算我们发现了 这个第二季度的一个增幅呢 啊 有望高达这个34%到这个69%的一个 情况 那么主要原因啊 有两个啊 一个是这个啊 行业方面呢 特别是环境监测业务这一块呢 是景区度比较高 那么带来的不断的一个需求增长啊 显著 那么另外的话呢 就是啊 这个公司的一个啊 销售费用 还有这个管理费用呢 是啊 得到有效的一个管控 出现了一个啊 改善的一个迹象 那么另外呢 这个财务费用方面呢 也是啊 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啊 表现啊 有一个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啊 这个公司里面的控股的一些子公司啊 啊 在这个利润方面呢 对整个公司集团的一个 净利增长呢 起到了一定的一个啊 贡献的一个作用 那么也可以看到呢 这个公司啊 啊 集团预计预期的这个股东 赢帐的益力和升幅啊 啊 如果去对比一下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 合比公司的话呢 这个啊 鲜河环保公司的话呢 是升幅啊 要比它略高啊 啊 那么并且呢 这个益力规模啊 就是说这个盈利的规模啊 啊 要成呃 是这个鲜河环保方面 上半年的一个啊 两倍多的一个规模啊 那么这呢 是构成了这个第一个这个利好 那么具体来看一下 刚才提到说这个 环保监测行业的一个景气度高啊 那么背后呢 主要是这个政 啊 政策方面红利的一个啊 吹化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监管方面 不断的一个趋延啊 啊 那么拿比方 比如说这个政策方面啊 啊 13-5的一个时候呢 这个国家提出了要 全国范围内的构建啊 这个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的一个 呃 规划这个计划 啊 那么具体的一些这个政策啊 实际上过去几年呢 到现在呢 都陆续的有公布出来 比如说 涉及到这个大气方面的一个 十条啊 政策啊 那么水十条啊 这个土十条呢 啊 都是啊 为这个行业拓长了很多这个方向 比如说大气污染管理啊 啊 水土质量这个监测啊 还有这个土壤方面质量 真签测啊 这样的一些啊 增量的一个市场啊 并且呢 就在今年啊 年初的时候啊 这个环保税是一个新规呢 是正式这个实行啊 那么啊 有望呢 是倒逼这个行业 包括一些这个传统工业呢 去重新重视啊 这个环境保护 以及这个监管的一个问题 啊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国家方面呢 将很多地方啊 比如说这个省市一级的一些 环保方面的监测的一个啊 这个行政权啊 是上收到这个中央 由这个中央啊 统一去这个管理啊 那么并且呢 委托一些第三方的一个监测的一个公司呢 去啊 进行一个代为管理的一个情况 那么也是给整个行业带来了一个发展的一个啊 契机啊 那么可以看到呢 这个监管方面也是在趋延的啊 那么比如说这个供给侧改革呢 啊 从15年到现在一直在开展着 那么期间呢 通过一些环保啊 现场的一些啊 制度性的一些这个 一些文字 一些做法呢 啊 使得整一个行业是啊 重新呢 是换了一新啊 那么一些这个落后产能啊 不断的退出 那么啊 整体的一些工业集中度呢 是不断提高 那么涉及到的一些工业企业的一个利润呢 也是在啊 进一步的一个上升 上上行 那么这个工业方面的利润上行呢 给了他们啊 这个能够去这个 我们说带来了这个 环境方面监测啊 能够啊 更多的这个利润去支撑支撑 去支出啊 这样的一个需求 好 那么最后来看的话呢 就是说一方面这个非电啊 除了这个传统的一个发电企业以外的一些钢铁 水泥方面的一些啊 行业呢 啊 由于他们一个超低的一个排放 提标改造呢 是带来了这方面的一个增量 市场啊 那么还有一些VOCS 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有机污染物的一个监测发展啊 以及这个大气品质啊 监测点的一个下沉啊 还有水质量的一个检测 都是带来未来的一个啊 比较大的一个成 一个增长性啊 那么据这个安信的一个证券研究报告来看的话呢 啊 基本上刚才都提到的这四个行业的一个领域啊啊 预计呢 未来的一个市场空间呢 有望达到这个880亿亿这个原人民币的一个啊 比较大的一个市场空间 那么也预示着呢 未来几年啊 这个整体环保的一个监测行业的景气度呢啊将会啊维持比较高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利好因素第二个啊 要说的是呢 啊 在一个这个 刚才提到景气度非常高的一个前提之下呢 同时啊 这个行业里面呢 是呈现出一个比较啊 分散 而且这个企业比较小的一个特点 啊 那么决定了现在这个集中度呢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小 那么未来的赫尘盒呢 啊 主要的还是看这一些相关企业本身啊 在这个品牌方面啊 以及这个技术方面呢 有没有相对的一个优势 啊 那么聚光科技本身的话呢 是呃通过这个并购啊 去做到它的一个集团品牌的 啊 那么从这个07年到现在来来看的话呢 啊 这个十年不到的十 十年的时间啊 这个集团呢 连续收购的企业啊 是啊 达到了这个16家 啊 那么比如说11年的时候呢 进入这个实验室的一个仪器领域啊 收购了这个北天 北京这个集天仪器呢 百分百这个控股 啊 到了这个啊 15年的时候呢 又收购了这个上海安普实验 啊 那么是啊 实验室的一个器材 那么打造了一个啊 实验室方面 仪器器材的一个新的平台啊 作为一个未来的一个增长点啊 并且啊 那么此外呢 刚才提到这个有机污染物啊 VOCS的一个监测领域呢 啊 是收购了这个全球知名的一个啊 环境监测公司啊 这个荷兰的BB公司啊 那么后面呢 还有几个是啊 进入到了这个工业污水 市政污水方面啊 比如说这个重庆 商小环保 还有这个华春啊 药花方面 和环保方面的一个业务啊 那么这呢是啊 这个公司在啊 并购做大方面做出的一个努力 好 那么除了这个品牌优势以外啊 还要说呢 就是啊 这个工业呢 这个行业里面啊 实际上这个对于技术的一个要求 比较高的啊 那么中国的一个情况呢 是整个监测行业的一个上游 基本上是国外垄断 那么主要原因呢 就是因为这个技术方面投入啊 实在是比较弱 那么更多的行业呢 是扎堆在这个中游跟下游这一块 好 那么看一下这个居关公司 科技本身的一个投入情况啊 那么从这个左边的图啊 13年到17年 这个公司呢 研发费用的一个投入情况呢 是17年达到这个2.5亿 以原人民币以上 那么当年呢 实际上归这个股东的一个毅力啊 也就4亿左右 那么 涨了一半的一个费用 直接用在这个研发方面 好 那么这一年的一个研发资本化呢 也是零 那么说明了这个公司啊 实际上 很多的一个研发 都基本上纳入了这个费用里面 好 那么假设呢 这些费用稍微粉饰一下的话呢 那么未来啊 就有可能在这个境地方面呢 有一个大幅的一个爆发的一个可能性 好 那么这条左边的图呢 红色线 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实际上每年啊 去年这个研发方面投入啊 是增速达到这个30%的一个情况 并且呢 这个13到17年的啊 这个研发资这个营收的一个比例啊 是维持在10%的一个比较这个高增高的一个比例里面 那么从右面这个图啊 主要是说这个行业里面的三个公司啊 啊 前三的公司 一个是聚光科技啊 一个是线河环保 还有一个是雪迪龙 这三个公司呢 啊 做了一个同业比较 那么蓝色这条线呢 就是聚光科技 那么可以看到13年到17年呢 基本上 这个占比啊都是大幅领先于啊 其他两个公司啊 好 那么从这样的一些数据也可以看到啊 这个聚光科技本身呢 在研发方面的一个护城河啊 是占据的比较大的一个优势的 好 那么这个聚光科技啊 我们再来说一下 它的一个第三个利好这个因素啊 那么就是说 呃 从它的一个十大的一个流通股东的名系来看的话呢 可以发现港资跟外资啊 是扎堆 啊 那么目前呢 估计也比较合理 比如说这个图里面呢 十大这个流通股东的一个名系情况的话 可以看到啊 这个呃 港资方面 就是陆股通方面的持股啊 是占这个排名第三啊 那么占这个总股本是7.2% 那么这些数据都是来自于公司第一季度的一个季报 好 那么下面这个是呃 这个Private的Limited公司呢 主要是这个新加坡的一个主权啊 政府主权基金啊 投的一个呃 的一个一个一个占比啊 那么再下面呢是呃 新加坡知名的一个私募投资这个大马西公司啊 那么再下来的话呢 是外资这个摩根斯党利的一个啊 中国A股资金啊 在里面 那么可以看到呢 这样的一个啊 时代流通股东的一个名系表是非常的一个华丽的 啊 那么呃 这里呢是着重啊 把这个港股的一个持股比例呢 是抽了出来啊 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呢 从这个深谷通啊 开开张以来呢 这个红色线啊 港资在持有这个聚光科技的比例呢 是啊 从一开始的这个啊 很少的一个比例啊 到现在已经是啊 超过百分之十的一个账啊 流通A股的一个比例 那么这样的一个比例啊 是名列这个深谷通的一个持股排名第三啊 那么仅次于这个美帝 还有这个大株激光的一个情况 那么与此同时啊 这个股价呢 却是在这一年年初到现在呢 不断的一个走弱啊 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仿差啊 那么这呢 或许也意味着后面呢 这这个股价有可能啊 在这个资金的一个推动之下呢 进一步的一个上涨 那么说完这个资金情况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公司的一个估值啊 那么这里拉取的是 12年到这个18年的一个啊 市盈率的一个情况 那么很明显呢 这个截止8月8号 昨天的一个情况 这个公司的市盈率呢 是处在这个啊 平均值 这个市盈率历史 市盈率平均值啊 向下一个啊 标准差的一个位置 那么可以看出呢 是啊 属于一个比较历史低估的一个水平 好 那么这里呢 也是总结了一下 这个截止昨天啊 这个居关科技本身的一个 当前市盈率呢 是啊 25.8倍啊 那么啊 对应的整一个创业板值方面呢 是达到了这个35.9倍 那么是低于这个创业板值 同时呢 也是低于这个行业的一个中位数 27.9倍啊 那么目前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是比较低估的啊 那么也看到呢 当前现在穿越板值啊 今天反弹了四个点啊 那么可能是一个估值这个重新啊 提升的一个环境啊 那么这呢 有益于这个聚光科技啊 在后面几天的一个啊 估值方面的一个提提提 这个回复的一个表现 好 那么说完以上那些 这个商大利好之后呢 我们简单来说一下 这个公司存在的一个利单因素 啊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股权质押比例比较高啊 那么这呢 主要是因为这个公司 短期的一个负债方面啊 账比比较高 那么在啊 这个前提之下呢 公司这个大股东把很多股票都质押在这个啊 这个金融机构里面啊 那么又叠加了这个上半年 这个信用方面的一个趋劲啊 导致了一些环保板块的一些啊 企业啊 导致了一些这个股权啊 比例占比比较高的一些企业股价 在21市场上表现比较弱啊 那么这个聚光科技也受此影响了 所以刚才看到这个上半年股价呢 是不停的一个下滑 那么第二个这个风险利单因素呢 就是说啊 这一类的公司啊 环保工程类呢 主要这个打交道的是跟这个政府部门啊 那么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强势 那么回款的一个速度往往比较慢啊 那么加上这个公司短债 占比又比较高 所以呢 现金流方面呢 还是大家未来会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 那么包括前不久呢 整一个工程板块 PPP的一些环保建设股啊 也是啊 纷纷股价这个下沙的一个前提之下呢 影响了这样的一个聚光科技估值呢 出现了一个错沙 那么据这个研究 据这个投资者的一些会议上来看的话呢 本身聚光科技在这个PPP项目里面的一个占比 实际上不是特别高 那么当然了 未来这个从环境监管到这个治理的一个转换路线里面呢 需要这个PPP项目的一个支持 所以这里一个立弹呢 就是说未来这些项目啊 会不会遇到这个资金啊 到不到位呢 导致的一些这个不及预期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些呢也是后面需要关注的 不过呢 最近这个下半年要提高这个基建 提防基建方面的一个投注啊 那么实际上环保工程呢 也是基建里面的一类 那么也不排除这能够改善这样的一个 能够淡化这样的一些立弹因素 行 那么说了上面的一个这个利好跟立弹以外啊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投资建议啊 那么就这个助攻科技目前的一个股价走势来看的话呢 我建议这个买入价可以维持在这个25块钱啊 目标价呢 在这个32块 那么止损价呢 是23块 那么截止中午的一个收市啊 是微涨了两个多点啊 到达了这个27.56块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历史市盈率来看呢 啊 接近40倍啊 52周的一个波幅呢 基本上在这个23到这个38块啊 左右啊 那么基于这个行业紧细度啊 未来这样比较高 在这个政策红利监管驱人的前提之下 以及这个公司啊 在订单上面呢 是有很好的一个表现 包括今年公司提出了 100亿元人民币的一个订单的目标呢 这一些呢 基本上都是去年两倍的一个大的目标 这样的一些背景来看 以及公司本身护城河 比较高的一个前提之下呢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个股啊 是值得这个中线部署 那么特别呢 是在未来这个MCI里面有望纳入这个创业板指的一些个股呢 情况之下呢 在港资的一个大力吹宠的一个背景之下 这个聚光科技呢 是有望成为这个创业板第一个这个吃螃蟹的一些个股啊 所以是维持一个中线的部署 那么最后呢 是一个利益方面的声明啊 那么上面提到的一些股份呢 仅用于这个案例分析啊 不构成任何时值买入的一个建议 好那么 还是这个股市有风险 这个大家投资 虚谨慎 行 那么这一期的这个一股节目呢 啊 是到此为止 那么 我们下下个礼拜再见 谢谢